好来看到家里乌农却不太喜欢碰农药的何介成 在因缘际会之下呢 得知可以自然农法取代冠型的农法 开始他从事有机的农物生涯 并且号召相同理念的农友 成立了台东最早的有机生产合作社 而近几年政府开始推广有机 何介成也希望有更多的有机农友能够相互合作 将柄做大共享利益并且回馈给社会 不管由空中或是地面望去 农友何介成的果园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果园 反而像是一般的树林 这就是他坚持多年的自然农法 因为我帮我薄乎喷农药喷一次 结果就中毒 一闻到有农药的味道 我会头痛一天这样子 所以我很怕农药 但是你做了农药以后 完全不知道说有可以不用农药 所以就是跟着喷农药 但是心里还是很害怕这样子 因为儿时帮忙家务喷洒农药 却因此中毒 何介成从此非常害怕农药 长大因缘忌讳 得知有不用喷药的自然农法 也开启了他有机的生涯 并成立了台东最早的有机生产合作社 有机其实一个人要做是很困难的 其实是越多人做的时候越好 那个环境会越自然 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有一个梦想 就是说希望台东 是台湾的破花园 第一个成立变成一个有机的县 完全都不用荣耀 整个县都不用荣耀这个样子 这个合作社的宗旨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帮这些有机荣友 把农产品推广出去 把品牌打出来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赚钱的时候 提供20%的盈余来做有机的推广 那希望说从这个角度来 把台东的产业推广出去 合作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利益 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如果说大家一条心来努力的话 其实是非常好的 何介诚说要让有机推广出去 一定要所有从事有机的农友合作 把柄做大 互补不足 才能让有机这条路走得更顺遂 记得潘俊伟 严评相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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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